來 請教這個 沒有 國務總黨不是只錢 民進黨 我跟你講總統 總統沒有分上班下班時間的 他隨時就是政務行程 所以他大概就想說算了 算了 反正都一樣 開冷氣也是用的錢 沒有 這個社會會有不同意見 他也知道社會會有不同的意見 他就接受批評 因為已經太多次了 你講過這個議題講過多少次了 才講兩次而已 沒有啦 你的在觀禮 蠻多次 蠻多次 你的在中常會等等 他不理我們 不是 他就不認為這個 他不認為這個問題 他要去特別處理 他可能時間也有限 他覺得反正我每天 所有都是政務行程 事實上他真正的問題是 把兩頓的魚說成民主的魚 我跟你講 你什麼東西都要掛上抗中保台 你就讓我們的出口 根本就沒有改進的機會 是啊 你去想一想 去年日本人這麼幫我們 買了那麼多鳳梨 結果你現在到日本去 人家就掛著旁邊寫一個 說如果那個鳳梨裡面是黑心的 你可以免費來換 好丟臉 然後擺在低價區 對啊 人家菲律賓的鳳梨 是擺在高價區 你農委會不會覺得很丟臉嗎 結果農委會今天怎麼回答 他說還是會有部分的商家 那個冷鏈出問題 哇哩咧 那請問你的管理改良在哪裡 因為你不需要改良 你就只要講抗中保台鳳梨就好了 對 就是這樣 讓你墮落 不思改進 石斑魚不是一樣嗎 石斑魚 人家是送三件說這個送錢有問題 你不承認沒關係 去WTO對職嘛 你為什麼不去 這個才是正路 結果你不踩這個路 你現在說就是坑我 抗中保台石斑出現了 民主之魚出現了 兩噸能幹嘛 我們一年賣給中港是6618噸 連零頭都不到 我跟你講6618噸 那我們現在感謝全聯買500噸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講問題就出現了 全聯願意擺那個石斑的魚灘 我們感謝他 可是他一定會影響到別的魚灘 沒錯 因為我們不可能突然之間 我跟兵哥還有韋漢天天吃石斑 因為我們內銷本來就是64% 現在36%突然之間要內銷 那全聯願意幫你銷沒有錯 可是這個不一定是增量 這可能是占掉了本來 大家就來買魚 會排擠的 會排擠到其他本來的 還在賣石斑魚的人 沒錯 所以這個並沒有解決問題 你不要搞錯 結果你現在出來說 感謝全聯來買石斑 我跟你講 你以後還會碰到 今年的中秋送禮 大概每個人都會收到10條石斑 真的嗎 這個 這個也許它會改變一些態度 因為現在正在 正在整個 你知道那個Montory Talk 在美國談 美國這次是積極介入 我們的軍購的清單 我不知道那個項目是不是 美國定義中的不對稱的布局 如果是的話 我覺得這一次態度會有很大的轉變 因為它 我覺得美國有點急 它覺得台灣要跟時間賽跑 所以才會傳出說 要用外匯存底 它怕你前來一直弄不出來 對不對 因為我們今天 也去兩年編的特別預算 那我們就跟他講說 恐怕要明年才能再編 對不對 而且我們編的 我們好像開的 那個清單的總金額 跟美國還有一定的落差 他希望你買更多 所以真的是有點急 所以我覺得在軍購方面 未來我們可能會順利很多 可是這個大家也要心裡有個底 就是美國最後一批 最支持南越政府的軍售 就是最大筆的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 就是說差不多了 我們大概這個局 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最後把最好的武器 都留給你 後來日內網會談 就確定要撤軍 這大家都知道 南越的總統是當場 罵美國代表說 你出賣了南越 所以我們要警覺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美國給你大量的軍購 就是他要介入的意思 有時候是他要走的意思 有時候就是 我殺手了 我給你們這些武器 我殺手了 因為他有道義上的責任 所以他就覺得說 我就把重要的武器 我認為重要的 就一次性的大量的賣給你 或送給你這樣 至少南越那次是這樣 所以烏克蘭好像這次也是這樣 因為烏克蘭 美國好像即將要給他 一大筆軍火 那烏克蘭你就再去反攻看看 如果實在是不行 大概就是到此為止 所以這種 我們是從歷史看問題 就是說美國從未發生過 為了另外一個國家 然後力挺到底的 他都會畫一條底線 那到內裡他大概就覺得 他該做的就做到這裡這樣 這個還要配合華爾街日報 昨天一篇大文章 結論就是 美國要趕快讓台積電跟三星 去美國設廠 而且是很高階人士寫的文章 相當有代表性 然後他論了半天 就是說什麼 美國跟台灣還有南韓 半導體的產業鏈多重要 可是最重要 就是要趕快去美國設廠 當然就是提到地緣風險 這個確實就是如此 所以可是 這個並不符合市場的規律 因為張忠募講得很清楚 他不一定 他還要特別招工 要在台灣訓練 所以陸行志就說 台灣是變成 美國的人才訓練所是不是 因為美國那邊 沒有人願意加班 所以我們這邊人才還要去 第二個是他會變貴 他的成本會變高 所以到時候金元面還要漲價 所以這個是不是符合 台積電的最佳利益 坦白講真的要打個問號 我覺得南韓政府是努力 在幫三星爭取條件 我認為我們的政府 幾乎沒有扮演任何角色 尤其是王美花跟鄧正宗 我指名到信 你們兩個人根本就沒有幫台積電 爭取籌碼 比如說英特爾公然的在阻止 美國政府補貼台積電跟三星 說只能夠補助美國的公司 憑什麼 那你憑什麼叫台積電去投資 50億美元 英特爾說不可以給外國公司 那台積電為什麼要去 對不對 那這個你政府要去爭取 要幫我們自己的廠商爭取 當然是 你去看韓國政府怎麼幫三星爭取條件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一部分 就是美國政府的壓力都來了 媒體鋪天蓋地 然後政客們私底下 斯通林特爾的利益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在這種關鍵時刻 政府真的要站出來 這個日幣貶值不能怪美國 你金融寬鬆 那你的競爭力不如人家 那當然錢就跑到美國去了 這個什麼時期 對不對 那日本人 因為人民幣不是自由貨幣 所以人家就買美元 日本就從110幾下 已經升到135對不對 甚至有人說到140 就要小心一下 有人說到150 就是亞洲金融風暴 所以當然就是很緊張 可是這個就是你的經濟體質 沒有提升 這能怪誰 這個不能怪美國 真的 不過我覺得前面你講到的 那些有一些 只是一些端倪 還不成氣候 比如說金磚 金磚你說中俄 印會聯手 我很難以想像 因為印度就是一個導彈鬼 印度怎麼可能 比如說俄羅斯在金磚風味 提了一個案 說希望能夠建立 我們金磚五國的一攬子貨幣 這個一聽就知道就是人民幣 誰要用蘆布 誰要用蘆比 對不對 印度怎麼可能答應 印度還要聽美國的意思 所以這個就是知道搞不起來 所以就是說這個恐怕還早 因為金磚五國去年的整個GDP 只有24.6兆 中國就佔了17多 就太主導性 其他國家還不成氣候 完全不成氣候 所以你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是覺得不容易 因為也沒有很具體的案子 就這個案子非常具體 就是一攬子貨幣 可是我覺得要推並不容易 因為印度不太可能同意 其他阿根廷坦白說 阿根廷已經是很久一路發展 也不是最近才變成這樣 美國都是後知後覺了 看到冬奧阿根廷總統跑去 跟習近平搞一帶一路高崩潰對不對 才突然發現 我跟你講阿根廷的總統 不知道去過中國多少次 而且最近兩個五年計畫 雙方都是對接的 是 你怎麼會不知道 真奇怪 我都比你知道 對不對 他們該聘你當顧問 我距離阿根廷這麼遠 我們稍微研究一下 都知道有這回事 這兩個國家 是兩個五年計畫對接 你去想想它是緊密到什麼程度 阿根廷的水壩也是中國原件 沒錯 所以而且阿根廷還有一個 中國衛星的一個偵測戰 美國當時還抗議 你都忘記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太後知後覺了 事實上中南美洲 除了墨西哥之外 大部分的國家 大概只有三個小國 不是 其他全部 中國都是第一大貓一貓 不過我問一下亮哥 習近平在金磚峰會的開幕 是這樣講 其實批評美國 就是批評力道滿猛的 是 所以莫迪出來平衡一下 這樣子拜登跟他這個見面還有望嗎 視訊還有可能進出 我跟你講現在拜習會通話 最大的變數 是北約峰會會不會把那個 戰略概念納入中國威脅 這個是最核心的 因為如果北約峰會要把中國概念 納入他的戰略概念 那就意味著北約可能會擴張到亞洲 因為這次日本跟韓國都去了 對 這個一定會引起中國的高度警戒 是 因為這個就非常嚴重 因為北約如果要擴張到亞洲 日本 韓國再加碼進去 整個北約的預算會高達一兆四千五百億 這樣中國怎麼會是對手 當然 所以中國一定會把這個視為一個極大的警訊 不過澳大利亞有危機感 因為中國的力量已經到南太平洋了 所以他當然會想要增加一些軍備 這可以理解 不過真正的角力點也不在那邊 主要還是在東南亞跟印度 說實在 事實上尼泊爾這個案子 是從MCC開始的 就是那個千年挑戰那個協議 因為美國介入就是要做 因為中國想要在尼泊爾蓋公路 那個公路就讓他的勢力 可以進入在印度的上方 印度當然很有意見 所以美國就幫了印度一把 就是說我介入 然後來跟你簽個基礎間工程的協議 提供經費 可是這裡面有幾個條文 尼泊爾就不能接受 所以就引起了親中派的反抗 比如說這個MCC高於國內法 而且這個協議要印度同意 然後第三個更離奇 MCC支持的項目最終的審計 完全由美國負責 你看過這種法嗎 那當然不行 那這個不就是 那國家的主權在哪裡 是啊 所以就 所以到目前我也就卡住了 那SPP是另外就是軍事聯盟 軍事聯盟 那尼泊爾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不想站邊 他事實上就是長年印度 對他就是老大的樣子 他就是心裡不爽 可是他那麼小的一個國家 又沒有辦法對抗印度 所以中國就看到機會 就開始進來 做一些發展跟拉攏 可是他也不想一面倒到中國 就是這個處境 我覺得亞洲有很多國家 都會是這種處境 就是東南亞也是 比如說他現在跟中國的貿易額 已經是 他跟美國貿易額的兩倍 那各種投資 背後都有中國的影子 比如說你在東南亞看到的電商 背後老闆幾乎都是中國 是啊 所以就是一個現實上 然後中老鐵路跟老臥 就是基礎建設的原件 太多了 所以我是覺得因為美國 美國東南亞坦白講 已經後知後覺到 實在是難以想像的地步 神經末梢麻痺 你想一想 他連中南美洲都不太知道 那東南亞不知道 大家完全可以理解 所以中國事實上就是 就是第一島鏈 然後這樣一層一層出去的 它的力量就是這樣 一層一層出去的 一直擴散出去 然後就是透過經貿的關係 然後逐漸發展出 實質的政治關係 那最後就形成 它那個珍珠鏈的 各種港口租界 或軍事基地的佈局 因為你從這邊倒著算 你就知道 柬埔寨 雲朗基地就出現 是 對不對 然後到了緬甸 那個腳飄 那個港口就出現了 然後到巴基斯坦 就是瓜達爾就出現了 接下來到斯里蘭卡 又有一個可倫波港 對不對 就這樣一路這樣盪過去 再盪到印度上面 就有吉布提的軍事基地 沒錯 所以他就是這樣一路 這樣布局上去的 就一個珍珠鏈 這個日本 印度 美國 當然都看到了 可是你為什麼都不及早阻止 而且已經成形了 美國要阻止也來不及了 你就是一路看他這樣 一個地方一個地方這樣練上去 那我們就不要講南海中段的填海照路 那從2012年開始的 那你美國也沒有及早介入 結果人家現在已經四個基地都弄起來了 然後雲林明宗大學